果然是文化界 寫字的人 沒用的 現在讀書多 死快點 是嗎? 對呀 越讀書多越死快 你想想 現在紙梅萎縮得多厲害 還沒有人做記者 現在將來沒有記者這個行業 我想起剛才吃飯的時候 有一對本來是搭檯的 你還未到的時候 有兩個年輕人搭檯 兩個是言行之貪 之間在說他們大學公司讀什麼 他讀的東西很深 我也不知道他說什麼 然後就說 那時候讀書最厲害的人 現在也是賺一萬元一個月 我聽完之後 很深入 一個這麼努力讀書的年輕人 現在也是賺一萬元一個月 不要深入 現在的社會是在變 還在說他們的理想 怎樣用方法去買一間居屋 不是公屋 不是公屋 即是說現在市價這麼貴 樓我們買不到 只可以公屋 又到不到我們申請 不如想辦法去抽居屋 他說人工不能太高 又不能太少 但就要儲錢能力高 他突然為自己去編排自己的後腦 是用這樣的方法 我聽得更加討論 我經常覺得有差不多學歷的人 一定有他賺錢的門老 不是用這個方法 還有香港餓死人 你肯去做就可以了 現在就要勤力一點 要勤力 沒錯 沒錯 越有錢的越有錢 越沒有錢的 繼續沒有錢 這個是香港的現況 我也明白 你現在不是說飛機事 說飛機事 你先說到那裡 我們先抓回來 是 話說我當時就轉了做娛樂版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南亞海嘯 那時海嘯之後 我當時已經做了娛樂版 怎麼數都不會數到我過去 因為我最 因為當時沒有做那些死人淋漏事之後 就沒有再接觸這些 但是都怕接觸 因為其實是害怕 看到那些人的屍體是害怕的 那結果那次好壞不壞 我就被老總指了我 去做第三梯隊 去泰國那邊 去follow那些case 那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海嘯之後 泰國布吉一帶 都罵鬼罵得很厲害 那我老闆叫我去罵有什麼case 有什麼是真的 有什麼是值得再去追 那結果呢 我們去到泰國之後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我們剛好上車的司機 就是招呼我們的司機 那輛車 那在海嘯之後 就接了一個客人 那當時發生什麼事 原來呢 海嘯發生之前的一個禮拜 但是她就剛剛在布吉玩 那在布吉那裡 就認識到一個外國外籍的女士 那她就跟司機說 她自己二十六號晚 就會跟家人 在布吉回泰國 就是曼谷 然後呢 就要車回酒店再去玩 然後 因為於是我叫那司機 就是當司機接載危機 於是乎 於是乎就趁機就遂洗未遇 那 paid簡單買 於是乎 於是乎呢 在十二月二十六號晚 於是乎呢 於是乎 planets 到不到一個多個個個個個 stink 他還以為他脫下放飛機 但後來等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終於見到他出來了 但站在站在 只有他一個人出 沒有行李 他明明說好和家人一起回來 都不見家人 他說你的家人去了哪裡 然後他沒有回答 他沒有回答就不問了 我們去拿車跟著我 他開門給女士上車後 關門開車去女士之前說了去那間酒店 去到酒店之後 他就在倒後鏡 差不多到他在倒後鏡就忘了 已經不見了一個女士 他還以為他太累了 睡了沒有理會 然後進到酒店 他就轉身說 到了我們這裡就是你要去那間酒店 誰知道他轉身後就發現沒有人 然後他就 然後就馬上下車 開門開了兩隻門看 真的沒有人 但是 那張椅子就剩下水了 那他死了 究竟是不是我剛才進來的時候 我自己太累了 沒有懷疑他下車了 然後他周圍問人 那些人都說沒有 你的車是進來 但沒有開過門 然後他再問回 聽回三機才知道原來那一天 在布吉發生了海嘯 死了很多人 然後他就知道 糟糕了 原來我摘了一個 摘了一個 客人不是人 當然錢也收不到 但是他也叫做 完了這個人的心願 就載了他回他要去的地方 其實那時候 泰國除了這單之外 就關一單就是航空公司的事業 那當時 又是布吉 那海嘯之後 很多航班都塞住了 取消了 那布吉要回去 Bangkot的人都很多 但是航班根本就不夠 於是 那其中一個航班 就是布吉回Bangkot 那當時 機師就上了客 但是就發現 機件那個燈 就有故障燈亮了 那他 預視者 搞了兩個三個小時 都是發現 著了燈搞不定 就叫客人下機 那很奇怪 那客人下機之後 眼燈又沒有著 那接著 他就叫客人上機 那客人一上機 他的眼燈又上了 那他就想想 那他就叫客人上機 然後叫Bangkot那邊 送機件過來 Bangkot那邊就 就說如果要送機件來 就等一整個星期 那機師就見 下了客人之後 那個 壞燈又關掉了 那於是 那於是 不要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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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機件沒有事的 但是安全起見 我不再客人了 我直接由布吉回來 那結果 那機器就沒有機緣的 就只有機師和副機師 兩個機師 那一齊 其實那一程機很短的 一個小時也不用 那他就照起機 那起機之後 那機師就在機倉裡繼續駕駛 那叫副機長出去巡機倉 那我不知為什麼要他巡機倉 但是後來 了解原來 凡是沒有乘客的機 機長在駕駛的時候 副機師也要出去巡一巡 看看有沒有什麼異樣 怕可能機尾有什麼事 他們也不知道 但是當副機師一起來 轉轉頭 在門裝出去的時候 就發現整架機都是人 然後副機長 呆一呆 為什麼會這樣 他沒有看錯 他看出來 真的全機都是人 那車轉轉頭 就問機長 我們這些客人都下了 那個機師說 我們這些客人都下了 機器沒有人 接著 副機師就說 但是現在外面坐滿了人 那機長就 嗯 那我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於是 因為機器已經飛了上去 那他照片好像平時那樣 就叫咪咪 我是你們 歡迎各位乘搭這個什麼什麼行班 我是你的機師 我是機器的機長 咪咪咪咪 現在我們起飛的行程 就是由哪裏去哪裏 行程是幾里 我們會在幾高的飛行高度飛 希望大家舒適旅程 類似說 即是做回正常的事 嗯 接著呢 遇事者 到架機 落了機 回到Banggk 那 那 副機師再起身亡 那架機已經沒有人 沒有人 原來 接著後來 他們的機組人員 就說 為什麼一個機燈燈燈 其實要搭飛機的不是人 是走了一個班 都要搭飛機走 因為他們的磁場 影響了飛機的機件 沒錯 那一刻我心想 哇這麼恐怖 但真的有這件事發生 有啊 因為說這件事 正應就是那個機組人員 那個經濟人員 因為我都聽過這宗事件 真的有這宗事件 但有些人會當鬼故事 不是當鬼故事事件 我不是當鬼故事事件 我相信這件事是真的 我也相信是真的 因為之後我們寫這宗新聞 你曾經有出過這宗事件嗎 有出過 但法律問題 不可以出 為甚麼 不可以出航空公司的名字 那時我聽見也覺得很害怕 在新聞上有鬼故事件 關於有靈異的事件 靈異的事件盡量不說 但靈異的事件 我們沒有人理解得那麼多 只要當故事聽 但大家都明白 在這個世界上 既然在這個程序寄居 甚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不用大驚小怪 執著 又不用太執著 但如果在港版版出現 有些人會覺得 港版版不是報道真實的事件 為甚麼都說了鬼怪怪的事件 照理是這樣 但實在很多靈異的事件都會發生 即是港版版 我們以前有個行家救得人害怕 當時我們新聞界還未流行 數據的時候 我們拍照是用電影 當時最先用數據系統的就是明報 當時有個女記者 就是拍照 即是那宗新聞就有個小妹 總之意外離世 那我們的行家就要上門拍她的頭 出口 拍她的照片 她的家人就給了一張學生的照片 我們拍她的照片 即是每宗新聞都會有死者的樣子 都是一樣 當時她的家人就給了一張學生的照片 我們拍 所有記者行家 都是拿著自己的照片 因為是用菲林 所以我們至少拍五格照片 確保她沒有問題才離開 那女記者就拿著撥滴絕囊 即是拍 拍了兩格照片 就發現什麼事 一張照片開眼 一張照片開眼 但你記住她的學生照片明明是 張開眼 張開眼 那女記者就嚇到死了 立刻刪除照片 然後她回到公司和公司匯報 那公司就叫她下次不要刪除 照片 這樣才有聲音 她經常告訴你 對 她的小女孩玩東西 我們猜 不過很恐怖 其實有時拍照 不要不順滑 我以前小時候 試過幫那些圍村的人 拍擺酒的照片 我很記得有一次 幫她們拍照 拍大合照 長輩坐下排排坐前排 但總是最左手邊有個婆婆 死都不肯入鏡 但她又要站過來 我問我婆婆可不可以站過來 然後喊 那婆婆也沒有反應 然後 我拿了相機 就想 直接指向她叫婆婆走近 誰知道拿了相機 婆婆沒有在 你有沒有大叫 當然沒有 你這麼鎮定 別人的喜慶場合 我怎麼可以做這些事情 誰知道 拍完這張照片之後 新郎哥 即是新娘 埋位準備 開始現席的時候 突然間 她右邊 我很記得 主家席的右邊 有一張桌 突然間有個 阿叔 在那裡 喊苦喊佛 大把聲是女人聲 原來 她們應該在拜神前 沒有通知這位先人 那位先人就來了 說你不請我喝 不尊重 這些路 明明是阿叔 但那聲是女人聲 阿婆的聲音 她在哭 然後 我可以怎樣 我什麼都看不到 就掉頭離開 去另一處做自己的事 你這件事是否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至少二十多年 你知不知道 大約在幾個月前 有一個人 跟我說 她結婚 她說了靈異話給我聽 她結婚 當時 接完新娘後 回男家家針查 針查 也是同樣事件 那家人的媽媽 即是男家的媽媽 其實已經離開了 因為這個男人是獨子 她媽媽經常想她 成家垃圾很久 但等不到她那一天 那天喝茶 只有她爸爸一個 她爸爸接了一杯茶 的時候 又是變了女人聲 她說一句話 她說 媽媽終於等到你今天了 全部人都靜了 包括大錦姐 但是通常這些案子 我見過這麼多次 發生在這些情況 都是水上人 水上人 遇到這些情況 是比較常發生 為什麼呢 不知道 不知道 我這麼多個案子 都是水上人 中這些機會 除了這一次之外 也是 是突然間奔客 有一些 就 來了 曹苑 說她不針茶給她 但明明已經針了茶給她 然後 講到兩講 原來不是 這是走了的先人 嘩 又見那些新郎新娘 很緊張地去針茶 你會看到 有些事情我解釋不到 但就是見證到這些事 通常這些人很疼愛人 才會出現 即是說你很不叫我 不是不叫 或者說我終於等到你 這天亮 我都要一起去參與 我覺得是這樣 經常都會是這樣 剛才講開空中飛人 你說很可憐 有沒有試過做一些 港民版空中飛人的案子 是… 沒有 自從那次之後 我就知道 怎麼都回公司 過了一個 但是 你知不知道 其實報館也很猛 報館 為什麼呢 因為太多死人照片 會不會呢 不知 我只知道 你記住 出去做些死人想的事 不是只有我一個 還有很多同事 每個做完死人想的事 都回到公司 你不是想一下公司 多擠用才可以 話說 我以前做的那間報館 同一幢大樓 就有幾個媒體在那裡 在某一個媒體的茶水間 整天到半夜都會有那些古靈精怪的聲音 原來他們那本雜誌的員工 已經知道了 總之逢是過了晚上的十二點 他們都不會去那個茶水間 老遠走去另一個部門的茶水間 都不會去那個茶水間 原來那裡 每到晚上 就有些古靈精怪的事情發生 但是 我自己未試過親身經歷 但是聽回舊同事說 原來那裡是 有些東西掩藏在那裡 我記得有一次 講開我自己做傳媒 我那時候做一份雜誌 那時候我就 很多時候打稿 打到半夜三更 試過好幾次 半夜都有人盯著我 看我打什麼 那我很記得 有一次 有個頭盯著我旁邊 他不是看我打什麼 而是問我打什麼 然後我生氣了 我拍到鍵盤上 看夠了嗎 然後一挨後 就沒有了我拍 我知道什麼了 然後第二天我立刻 和我上司匯報 那 就是我上司說 哎呀連你都遇到 那樣 然後我說那就是怎樣 公司其實一直鬧鬼 沒有人去願意處理 但是那次因為我 我已經是強烈要求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那結果那天下午 我吃完晚回來 兩點多 我就看到公司 樓下就拜神了 整個大堂都貼滿褲 連我們 即是上了樓的地方 一些 沒有人看到的地方 都貼了褲 但是 貼褲還貼褲 那之後 其實半夜 我偶然在公司打稿 我都看到有事行過 你沒有理會 沒有理會 沒有理會 我還哪有時間理會 他不來搞我便算 是男還是女 男 肯定是男 肯定是男 即是 內裡都是那個 還是其實有很多個 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我最後看到那次 在我那邊走過的是一個男 應該是一些很盡責的安保 安保還是舊同事 不像是舊同事 是很盡責的安保 自從那次之後 公司都意識到有點麻煩 定期都會拜神 那你有沒有聽過 不知道哪一個電台 有一個外籍專系報 英文新聞的新聞主播 他後期因為病的問題 就離開了 有一天 有一位 也是做主持的同事 他英文是不聰明的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個男同事 回魂那一晚 他無緣無故 一口流利英語 跟人聊天 好像上去身 跟人聊天 不奇怪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在娛樂圈裡面 有些人 他離開了之後 他都會上方設法 回去自己的崗位 做他手頭尾圓的事 還是他們放不下 根本不捨得走 所以他仍然存在 會的 所以我們會在一些工作環境 看到一些離開的人在 不是他不走 他有事未做完 所以 他想先做完 當然他不會做得完 但起碼 他有回來 處理過一些事情 那就再見了 真的有這些事情 你有沒有聽過 翁美玲那件事 你說你聽聽 話說 在化妝間 其實 翁美玲是當年 跟阿湯淨葉吵架 是 跟阿湯淨葉吵架之後 言語之間 翁美玲說 湯淨葉有另一個 湯淨葉就說自己沒有另一個 好像死得不明不白 喊完交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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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全校要向他祈禱 我們學校是要整個上午上不了課 為甚麼? 他那間學校畢業的 不是他在英國讀書的 他在英國讀書 但當時我們學校很多同學都是他的粉絲 直接大家上不了課 失控的哭 尤其是女同學 結果上午學校就幫他祈禱 就是盛水輔導 同學就要逐個逐個聊天 跟他講解發生甚麼事 學校跟他祈禱 一個星期後的黎薩還要為他祈禱 你想想多嚴重 很嚴重 因為當年翁美玲太紅了 因為他的古裝很有名 超旺勇 當年電視台幫他做了一批衣服 專門為翁美玲做的 那批衣服是為他而做的 他的身形是只有他穿到的 他就把給翁美玲的衣服 找個衣箱 做大戲的衣箱 全部進去 然後找師傅拿符鎮住他 為甚麼鎮住他 不知道 他們覺得邪怪 翁美玲的衣服 用符念了符鎮住他 不知道為何有某一個 若剛年後有一個某紅女藝員 但我不知道這是誰 我忘記了誰 就說是試服裝形象的時候 又是古裝 沒有一件衣服他喜歡 他就說不如這樣吧 沒有一件衣服喜歡 可不可以開翁美玲的衣箱來看 他就說不是吧 別人的衣服你都這樣穿 這衣服是新造的 何況他死了那麼久 怕甚麼 因為當時這個女藝員有一點點壓力 服裝間的姐姐又不敢擋他 他就任由他開了翁美玲的衣箱 在裡面的古裝衣服 看了之後他發現很喜歡 然後他就拿了其中一件來穿 然後穿完之後 就拍了一場戲 那他們是不是要剪片 檢查影片 當他們剪片的時候 是發現那個女藝員的樣子 變成了翁美玲的樣子 變成了翁美玲的樣子 接著就監製找那個女孩子 找那個女藝員問他 不行了你回去補拍了 你知不知道別人說你鬼上身 看到翁美玲的樣子 你的樣子變成翁美玲 當天都叫了你 不要亂穿別人的衣服 現在是糟糕的 然後他說 難怪我自從拍完那場戲之後 他病到現在 哎呀 所以就叫他 後期他們幫他找那些師傅 搞好他 但有些事情真的不能不信邪 尤其是娛樂圈 你明知別人封了箱 你還去搞 他不信邪 而且他覺得自己紅 閒運 閒運的人是不會怕這些東西的 他又覺得 為何你們當年做這麼漂亮的衣服 給翁美玲 為何我要這樣 因為他的身形是特別的 他的身形是零射嬌的 正常做的衣服都很難適合 所以做過一批 我也有這個印象 所以他們就用符封住他 但不用用符 不知道 但以大台的風格 沒理由他會封了衣服 你覺得他不會嗎 沒有限交換穿 可能為他特別而切 基本上這種身形 沒有可能有人穿得到 這是真的 反正你又不想丟掉他 就封他 你覺得大台不會做這樣的事情嗎 我覺得他也會吧 大台現在春光路也不太乾淨 是嗎 是呀 坐升降機要小心 經常溫升降機 是嗎 是呀 我親身經歷過在大台溫升降機 溫升降機是另一次 不是溫升降機 是溫升降機 跟高層一起溫升降機 當時電視城新入伙 還未正式開始在那裏工作 有一部劇叫《血戰軒縣》開劇 整個張冠道廠房第一部劇 當時高層一早去到打點 神推鬼音就跟高層在電視城周圍游 結果去到一個電梯 我們原本要三樓落地下 怎麼知道落到地下 電梯門不開 當時整間電梯都是馬丫子 只有一個女高層在那裏 女高層見過電梯門不開 就很生氣地說 玩夠了嗎 弟弟 然後電梯突然移動 如是者上樓落幾次都不開門 大家都知道運電梯 但那個女高層就這樣說 那電梯就馬上移動 然後上到三樓開門 全部人都衝出來 然後我還以為那女高層跟我說原來不是 她應該同行那些 在罵那些人 因為真的我們在電梯上下 她還是不開門 我們去找電梯 然後那個女高層就說 小孩 玩夠了嗎 那電梯就移動了 哇 很厲害 當時是新裝修完沒理由會這樣 就是新裝修完也會這樣 是啊 很經典的 我覺得藝人很容易惹到那些東西 那時候剛剛你說說在檳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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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組人一起預約 當時我跟Crew去檳城拍戲 那我很記得那個地方 那間酒店叫夏公 那時候我連續跟了兩個星期他們拍戲 由早到晚 外景的通告是0405的 還要那裡叫檳城 早點化妝就早點開工 不要煩 那每晚拍到 一拍完東西吃完飯回去 根本已經累了 沒力了 沒力了 那怎知道我去到那間酒店那裡 睡了沒力了 我發現那張床噢噢噢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噢噢 然後回車跳下床 我以為是地震 然後看看 不是啊 只有我那張床震 但我怕我眼花 立刻進廁所倒杯水放在床上 看看是不是真的 我眼花 不是 的確是那張床震 然後檢查一下床會不會按了什麼按鈕 以為什麼嘻嘻按鈕 按一下也沒有按鈕 只有我那張床噢噢 於是噢噢了十幾分鐘都不停 然後我那個人開始懶惰 因為真是眼睡就懶惰了 然後我玩夠了嗎 我很累了 然後靜下來 然後他一停 我立刻跳上去睡 然後睡了沒力了 又吼過 然後我已經變了 講完粗口了 不要玩了 已經知道不是正常情況 這樣動了 當我罵警的時候 房間的電話就響了 我一聽 原來一個很出名的女演員打電話來 就問我睡覺不可以嗎 然後她下來大堂一起聊天 然後我看到那張床不停 我不知道要有多久下去聊 想著下去坐一下 誰知道下去 整組藝園坐在那裡 我那個姐媽媽的樣子都不認得 累得不得之了 但是都走到大堂 那麼在聊天的期間 就發現原來大家都在自己的房間撞鬼 有一個年紀大一點的男藝人 他就說他衝衝一下梁 就被穿白袍的靈體裝他洗澡 嚇到他梁都沒洗完 就立刻衝出房間 然後另外有個就是下妝 下妝也下不了妝 當時他本來應該有個化妝師 幫他下妝 但因為大家都很累 免得家庭人負擔 就自己回房間下妝 我打算下妝後洗澡就睡了 結果搞什麼 越抹越髒 不知道搞什麼 然後就意識到有些不對勁 然後另一個就搞定了東西 上床睡 誰知道被人拔腳 對著拔腳 他也沒得睡 因為藝人每人一人一間房間 我們根隊探班 我就跟當地導遊一間房間 當時我看到當地導遊已經睡到死豬 完全沒有事 只有我們這些外來人 遇到不同的事 然後另外有一個 沖洗澡 好像被人玩整股節目一樣 衝擊了整身泡 然後大家都搞不定了 在房間裡完全都自己處理不到 然後穿上衣服就下大堂等天亮 但不是辦法的 你將來也要在那裡住的 但是幸好那間酒店我們只要住一晚 已經夠了 已經夠了 死了 大佬 完全是沒有時間休息 那個人又累了 然後第二天 大家真的完全是很沒精神的情況下開工 但是當年下工是出名的酒店來的 我不知道出不出名 但是通常出去外面做事 你一定要有贊助 你才可以這麼大隊人去拍攝 當年劉嘉玲 又是在檳城發生事故在酒店裡面 不知道是不是下工 那時他又是出去登台 當時是拍著吳君如 因為他們兩個很姊妹 跟一間房間睡覺 那她睡覺到被人扯 扯完被之後是被人扎 扯完的時候 她還有知覺可以動 她以為君如和她玩 君如也是大癲大肺 她動得 另外看著君如是否要弄她 然後看著君如是睡到死豬 然後他覺得 為何不是他脫皮 開始人害怕 知道發生什麼事 想動的時候 已經全身麻痺 被炸 炸得差不多之後 就很傻 總之他弄得很晚 沒睡覺 弄完之後 就走了 他不知不覺 可能累得快就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 他就問君如 你究竟昨晚有沒有弄苦他 君如說 沒有 然後嘉玲就回答他 其實我都覺得不是你 因為我的眼睛是看到你在睡覺 說了整晚的事發 經過發生什麼事給他聽 然後他就找了一個當地人 教他們 不如這樣吧 我帶你去找法師搞一搞 如果你真的這樣的話 然後就帶了他們去拜神 拜完神之後 就給了一個佛公仔 他說是一個佛公仔 以後你隨身帶著這個佛公仔 你就不會有任何事了 誰知 他們去完登台之後 當地華人請了嘉玲過去拍戲 他拍戲的時候 又遇到古怪的東西 經常有人在他耳邊說話 君如就問他 那時那個師傅說 你帶著佛公仔 你就沒事的 他說對 但我這次沒有帶 是因為他怕轉場或換衣時 掉了 所以他沒有帶 所以他以後他身邊都會帶著這個佛公仔 不過我們去外國工作 也有規矩 就是逢是入酒店房之前 就一定要敲門 還有 如果可以的 就準備好一些糖 或者碎銀 去角落頭 先放下 就是 等 跟那些靈體打完招呼 他怎麼都不搞你的 我自己做這麼久的記者 都會守這個規矩 原因就是 我想每樣東西都順利 不要因為這些資節 影響了我們財政 是不是萬事萬靈 也是的 是有一次 遇到那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回北京工作 當時去那間酒店 我還記得那次是找阿彭丹 當時那間公司比較窮 沒那麼多錢 一間酒店三個人睡 拍拖化妝家 我就不忍心要他們兩個睡地下 我選擇自己睡地下 結果睡到半夜 我就發現 我明明睡地下 但是我被人升起了 我知道我自己被人升起了 升到半夜 我就眼尾熟到 我已經位置高於睡床的兩個人 我已經知道 糟糕了 再升天花板 其實我那一刻 怕他突然放著我 然後就立刻自己唸經 用我自己的方法 先消除這個疑慮 慢慢慢慢 我就發現自己下來了 如是者 那一晚 我就整晚沒睡了 因為我發現原來房間是有東西的 因為我一停下來 他又在玩 但我當時不是想自己 我在想 如果他不搞我 搞這兩個更麻煩 因為我現在還能處理 結果整晚在念經 然後第二天 化妝先起床 四點起床 然後就問我 你為什麼不睡 我說 你起床嗎 他說 我起床了 那我就睡了 睡了 睡了兩個小時 因為我們出旅程 真的要很小心去處理 那些邊界的問題 如果處理得不好 整件事會和 尤其是泰國的地方 我們去泰國做事 我經常叫那些復託 什麼都不要說 先拜神仙 他拜四面罰還是什麼 還是拜了當地的神仙 總之你去哪間酒店 就拜哪間酒店的門神仙 先打招呼 我不管你相信什麼宗教 先去打招呼 因為始終那些地方 是有他的結界在 不要侵犯別人 所以我有時候出旅程 做事都可以的 穩固 但是在你出那麼多旅程 在你心目中 哪個國家 你覺得是特別邪的呢 馬來西亞 你覺得是馬來西亞 你覺得是馬來西亞 是 一定是他 是 每次過了他 都有事情發生 因為我剛剛 跟一群朋友去檳城玩完 我們住的酒店 是一間很有特色的酒店 他是當地發展商的酒店 他是把自己的酒店 由舊重新裝修 變成一間很新的酒店 同團的人 很多人都發覺自己的房間 有古怪的 但是我就是什麼都不管 因為我經常住酒店 你不如理得那麼多 其實你這種心理就是 你不理他就可以 如果他甚至弄得拔你 你當然會害怕 只不過在弄一鼓怪聲 我是選擇不理他 你會不會這樣 我不是的 你會理他 當然理他 你不能不理他 尤其是他 我最嚴重的一次 那次就是在馬來西亞下工 那次不斷逃亂 但是那時候 我回來跟我的老總說 我老總說 你不要再說了 他害怕 他害怕 我老大 整天自己一個人出旅程 我不害怕 我只是想分享這些 他不要聽 我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其中有一對夫婦 那就說她的房間是很強的